这就是圣经所预言道,强子要行走,圣经预言,核子要开眼,耶稣能有这种生命的权命,是否应该那些人很反应呢? 但那些人在藐视,拒绝他,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个神,很多人不喜欢,攻击基督教很多,因为人们不喜欢耶稣告诉人家你有罪,当时那些人拒绝他,最后将他鞭打,侮辱他,将他钉十字架,但耶稣是没有抗拒,并且他没有用他的神的能力去惩罚那些人,他可以吩咐火由天上过来,可以由天使将他解放到十字架,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就为了牵卑为我们死, 耶稣真的很厉悲,而且他永远有耐性帮我们每一个,逐个逐个帮,譬如像Rachel那样,Rachel告诉我,他就感觉到神帮他,提他,神会提我们的神,所以我不怕人不信耶稣,我怕他不离,他来,他听神的话,他慢慢会改变,神的话要有能力,耶稣就是这么有能力,他很谦卑,逐个逐个去帮你,他说我心里有何谦卑? 我一起读一读,我心里有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骄,学我的阳识,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你发觉呢?这里讲到得安息,讲到两次了 第一次是怎样?第一次说,凡劳苦丹重丹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吧?你离我那里就行了,但是耶稣就有讲到进阶了,进深一层,就是说,耶稣说我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你要付我骄,这个骄就好像那些牛,耕田, 就在他的肩膀里拉着这个泥,泥的那些田,那你只是说,跟耶稣一起抚握,一起做耶稣叫你做的事 有些人说,哇,回教堂我是想拿的,我不是想给的,你要我又要去训练,又要去传封人,又要去帮人,哇,我不祭的,但是他不知道一样东西 当你不祭的时候,你不会得到神最大的祝福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疏远的关系,你不会经历神更多,当你经历神更多,你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他说,你付我骄,做我,要你做的事,所以就算你少少关心,就算你好像Rachel关心文言,我叫她由这个开始,那你不要停了,只是关心他和耶稣 你关心我需要的人,周围的人,试一下关心,不是很难的,当你做的时候,你发觉,你做得到的,而神会祝福你的,当你帮助人,是做得到的 我很大的喜乐就是当我传封人的时候,虽然有信有不信,但他就算不信,我也觉得喜乐的,我都不觉得 被拒绝,因为为什么呢?我有神祝福,我知道神起源我,所以我喜欢付神的骗,神要我做多少,我做更多,我愿意推动復兴,虽然有阻力,但我继续去做 而我发觉很多人接受这个神的祝福来到,所以付神的骗是开心的,你们要付我骗,学我的样式,不是只做,是要怎样? 学我的样式是怎样?学耶稣这样,学他,学他的样式,就是学他的什么? 学他的生命,就是学他这个人,是不是? 就是耶稣是怎样模样,耶稣是怎样耐性帮人,你就学耶稣的耐性,耶稣是怎样祈祷,你就学耶稣的祈祷,耶稣是怎样关心人,你就学耶稣的关心 就是有耶稣的生命,不是只有表面 圣经里面说到,当我们审判的时候,见到耶稣,见到神的时候,是什么? 他称赞我们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第一就是良善,就是你里面是善良,有神的生命,才是到忠心 有些人做事,传道,赶鬼,但耶稣说,我什么?我不懂你,因为你们跟神没有关系,你们没有遵从神,在生命中改变了 所以第一,是生命改变,有这种爱人的心,关心人的心,爱神的心,然后才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所以要学祂的样式 这样,这样的时候,你心里就得向安息,那会不会是矛盾呢? 最初是说,来到耶稣得安息,这里就说,心里得向安息,你觉得有没有不同? 他加了什么字?心里,即是你能够有深层的安息 如果你想能够任何环境都很大的安息,你不是只信耶稣 你是负耶稣的握,学耶稣的样式,你就能够整天都平安 如果你学到耶稣的样式,学到圣经里面那种平稳安静,像大卫那种平稳安静 很多人都是有神的生命,他就很平稳安静,但他真的很喜欢神 他说,人对我说,我要去耶华殿,我就欢喜了,很喜欢神 因为他是时时经历到神,所以他经历到耶稣钉十字架 诗篇二二篇,他经历到耶稣钉十字架 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用手刺穿我的手刺穿我的脚 因为大卫亲身经历耶稣钉十字架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女衣尖靠 耶稣经历到,即是大卫经历到他 因为他跟神很密切的关系 当他有这个密切关系,他就有平安了 所以大卫很平稳安静 他说,他的诗篇很喜欢我,有时就唱 我们心平稳安静 我唱一唱,很平稳安静 大家也可以试试 他说,你们心里就多人安息 因为我的骗是容易的 有时我们觉得事奉神很难 很多人拒绝,教会很慢增长 其实有时不重要,质素的增长先 然后先到人数的增长 首先质素的增长,然后慢慢人数就会增长 神的骗是容易的,我单是轻散 神会帮你的,神会给力量你 我不用背着,神会照顾,神会照顾我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这个经文 就是说,神会帮你,在你所有的困难 无论你多不开心也好,神也会帮到你 如果你发觉你不是那么平安喜乐 你就想想我们怎样可以平安喜乐 我们看一张纸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要有平安的就是我们得救 我们要肯定自己得救,我们一起读一读 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这个是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圣经说得很清楚,是很简单的礼物 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就是你的心里真是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就救你 是一个礼物,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自己得不得救 虽然你说,很多人有时候,我做不到耶稣 要我做的事,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死 那么你怕着你的行为死 但是只要你去尝试去做的时候 你已经有这个生命了 就是说,我因为看重神,所以我去做 我上个星期用了一个比喻 我希望大家记实 如果你和你爸爸是有关系的 你会招呼他,你会帮他 你会关心他的事 不过有时你又不太听话 有时你又做不到他叫你做的事 他叫你做的事,你又不走出街 又不记得了,又买错的东西回来 有时小时候可能都没有试过 做不到爸爸要你做的所有事 但是你是喜欢爸爸,你是听爸爸说话 你爸爸会不会说 你买错东西,我一赶你出街 但是你以后会不会回来了 不会的 因为地上的爸爸也不会 何况天上的爸爸 你有心爱神 耶稣永远不会拒绝你 你说我行为不够好 那就个个人都不够好 你做得够好就代表你不得救 圣经那里说 信心没有行为死 是说有些人信耶稣 他根本信耶稣 他听 第一,他可能为了人去听 听的时候,有些喜欢听的 那些不喜欢听又不听 他回到家,他又不觉得是罪 骂人又不觉得是罪 骂人又不觉得是罪 伤害人又不觉得是罪 甚至呢 哇 骗碎 没有人知道 骗碎 又觉得不错 他不觉得是罪 他又觉得耶稣 总之我回去教堂 可以祈祷 跟神没关系 我自己是警告这种人 这种人跟耶稣没关系 他是不得救的 你去到天堂的时候 耶稣我不懂你 你跟我没关系 但如果你是想遵从 但你遵从不到的时候 你就怎么做呢 你就要求耶稣赦免你 譬如你爸爸 你是孝顺他的 但你有时不听话 那你爸爸 你为什么不听话 那你就会说 对不起 爸爸 我那时不听话 我因为和朋友在一起 我没有听你说 那请你原谅我 你爸爸也原谅你 所以我们跟神 就是这种关系 我们是靠信耶稣 靠耶稣来得救 不是靠行为 行为是他的果子 一定有行为果子 但这个行为果子 你不可能去到完美的 就是说你的心里 真是有认罪 真是有求耶稣赦免你 真是信靠耶稣 跟他有生命的关系 你就是得救的 这里有几个人 你觉得你是得救的 你是真是有认罪 你有悔改信靠耶稣 你跟他有生命的关系 耶稣在你身边中是重要的 有几个人 你是信靠耶稣的 你是得救的 举手 你有信心 他们说我有认罪 我有求耶稣赦免我的 你就已经是得救的